大家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Function approximation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問題的定義是什麼 那其實Function approximation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有一組的asset 然後它裡面有很多dependent variables 跟independent variables 那其實就是你的asset 那它其實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拿你的network 那這個network主要是去擬合一個Function 那它擬合的Function主要的功能就是 把你的dependent variable當作input 然後去predict你的dependent variable 那其實你可以想像 它其實就是做一個類似那種 regression 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張的話 其實那個作者它其實主要做的題目呢 它其實是想要做一個類似Smart Sensor System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它想要做的事情是 中間有一顆球 那這顆球是它的object 那它想要做的事情是 它那邊有兩個太陽能面板 那兩個太陽能面板 那兩個太陽能面板就是 它照到光的話 它就會有相對應的電壓輸出 那這顆球假設從天花板往下 當它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陰影去遮住你的太陽能面板 那因此它產生出來的電壓就開始會有變化 那它產生出來的電壓就開始會有變化 那所以它產生出來的電壓就開始會有變化 所以它其實要做的事情是 它想要用B1跟B2所兩側到的電壓值去預測說 它的物件是位於Y的那個位置 那這是它的問題的定義 那其實可以看到它像這種問題的話 當你的Y從天花板開始往下的時候 你的Y一直在增加 那這個時候呢 它的B1跟B2的相對應的變化其實是 你當你的Y從天花板開始 從零開始慢慢增加的時候呢 你的B1會先減少 那再來繼續往下的時候呢 你的B2被陰影折到 它就會開始減少 然後你的B... 它再繼續往下的時候呢 你的球的陰影可能就會離開了 第一片的太陽能面板 那因此你B1就會開始增加 然後再繼續往下的時候 當你的球到了... 第二片它有B1比Y之後呢 那你的B2也有來增加 所以其實它的整個的凹部 其實會像下面那張圖一樣 那就是當你的Y增加的時候 你的B1減少 B2減少 然後Y繼續增加的時候 B1跟B2就開始上升 那它想要做的問題其實是 它要去拟合這種非線性的關係 就是你的B1、B2跟Y之間的關係 它其實是一個非線性的關係 那因此它就會用 Multi-layer的neural network 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先來看一下 就是正面做的它其實Data 它是說它是自己收集的 那它收集的方式是它... 它的部件是選用... 選用...網球 那它總共收集了67個點 那這67個點呢 它的Distribution大概就是 就是像九個檔案上圖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一樣就是... B1跟B2的趨勢其實是蠻像的 那它就是減少 然後再增加 那它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 當你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你要確定說 你收集的資料不會有一些 就是讓你的neural 產生不連續的情況 舉例來說就是... 如果你的球 假設非常非常大 那它的引領直接蓋掉了 兩片太陽的面板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生那種Data 是B1跟B2都是0的情況 所以當你把這種Data 位進你的... mall的時候 你的output永遠都是0 就是因為你input是0的嘛 所以你怎麼成它都會一直0 那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去預設說 那我的y到底是多少 那... 所以它說在收集Data的時候 你要注意這件事情 那... 它主要是把這個Data 去分成ChainingSite跟TestingSite 那為什麼它沒有分來 零件Site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Chaining的時候 它是用了Base in the Regulation 那這種方式呢 它是可以不需要使用 零件Site來去 當它的Model 一樣可以做Generalized的動作 那... 那它Split它的Data的方式 其實就是很簡單 它就是把Y從小排到大排序 那排序完之後呢 它大概每個6到7個點 就Sample出一個點 當作TestingData 好 那... 接下來看一下 它是怎麼做一些資料前處理 那它在資料前處理之後呢 它其實是把... 它的Input 因為它Input只有兩圍 就是B1跟B2 它是一個兩圍的Vector 那它的Clarity其實就是Y 那... 所以它的Input就是兩圍 然後Output就是一圍 那... 它做Noransion的方式呢 它其實是用... 圖上寫的那個函式 去做Noransion 它其實這個Noransion 它有點類似... 就是... 可能大家在做Reverture問題的時候 常常會聽到的 Noransion 那... 唯一的差別就是 它多層的量被在減1 那... 一般的Noransion的話 它會把你的... 負壓在1到底 但它這種Noransion的方式呢 會把你的... 呃... 把你的... 呃... 過後的Data啊 或是你的Y啊 都壓在-1到底之間 那... 它是做這樣 那... 為什麼它把它壓到-1到底之間呢 原因是因為 它後面在做Base and Reversions 的Training的時候呢 它因為一些假設的問題 所以它需要把它的Data 壓在-1到底之間 那... 這裡可以看到就是 左邊那張圖 是它原本的Data Distribution 那... 當它做完Noransion之後呢 它其實Distribution的... 的Pattern其實是沒有變的 那唯一有變的就是它的Scale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 呃... V的Scale 就變成-1到底之間 因為它有把它Hugly做Noransion 所以它的Y的Scale 也是-1到底之間 好 這個是它做的一個... preprocessing的動作 那... 再來就是... 呃... 它的模型的結構其實非常簡單 它其實就是一個... 兩層的Network 那... 兩層Network的其中... 呃... 它的HiddenLayer呢 其實就是接一個... 就是... 其實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它一定就是一個... 佛力挺難停的Layer 就是... 現在大家在搭... Noranagon的可能會停過的... 佛力挺難停的Layer 那... 再來就是... 它的HiddenLayer的Activation Function呢... 它其實是取... 呃... TangentSkimoid的Activation Function 那它的Output呢... 它是取... 所謂的LinearLayer 那這個LinearLayer 其實就是... 比如說是它... 沒有再過什麼Activation Function 因為它本來就是Output 就是一個Linear 那... 呃... 呃... TangentSkimoid它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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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呢呢... 呃... 음...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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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接下來就是... 呃... 當你在Data 做完Recursising 然後你的Mor. wiele業界 叫之后呢 你要對你的Mor. 模型的 Stories去做初始化 那 address VIGHT 講述... 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這一張的作者其實採用的是 Winroll and the Knee 這個我回唸 這個怎麼回唸 然後它的這個方法的位置 這個方法的方式其實就是 它先假設說它的每一層的位置 它的大小值會等於0.7倍的S 然後的R分之一翅膀 那這個S是什麼 這個S就是我當下這一層的 的neuron的dimensional 就是我有幾個neuron 我的S是多少 所以假設它的pn layer是10的話 那我的S就是10 那它的R呢其實就是 這一層的前一層 它的neuron數是多少 假設我前一層是 假設以這個例子來說好了 它前一層因負就是2 所以它的R就是2 所以它用這種方式去定說 我的weight的norm的大小呢 就是就會等於這個值 然後因此它就可以去random的pick它的weight 然後用這種方式去做weight initulation 那再來就是它除了weight以外 它還有bias 那bias它在做initulation的部分呢 它其實就是從 因為你的weight已經決定好了 然後它就會取說就是 我的負的weight的那種到正的weight 之間的uniform的random distribution裡面 隨意pick你的值當作你的quiest的weight 那這個是它採用的方法 好 那再來就是它的chaining的方式 它是採用basin的regulation的chaining 那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當你在做regulation的時候呢 它其實的term就有點像這樣 就是它會原本的loss 假設是你的ed 它就是原本的loss 那這個loss你可以去取各種loss 那你如果是做regulation的話 常用的loss可能就是l1或l2 那這邊它顯示的其實就是l2的loss 那前面的beta呢 它就是一個參數 就是一個看你要決定是多少的參數 然後後面那個ew呢 它其實就是 square sum 就是你的weight的square sum 那後面這個term呢 它其實就是所謂的regulationterm 那它的好處就是 你的weight 就是如果 它可以加以你的weight 讓你的weight 不要太大 因為你會看 當你的weight 想像它的sunt很大的話 你的total loss 也就是會很大 所以這個term呢 它的用力就是 讓你的weight 不要太大 就是降低你去overtyping 你的data的幾率 好 那所以這個是一般常用的 一個regulation的term 那這個的問題就在於說 我應該怎麼決定 它的α及β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套用 base and的方式 好 那其實這個base and regression 它其實在13章有提過 那這邊稍微再跟大家 複習一下 那它 它 那它其實 這個base and regression 它其實做的方式其實是 它先假設它的模型的weight 它是一個隨機變數 它就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那因此呢 它可以假設像這種的條件機率 它就是說 如果我 因為我training data拿到了 所以我的d呢 就是指我的training data 所以我知道我training data 在給定training data的情況下呢 那我也隨便給定了α跟β 所以α跟β以致 然後m呢 是model structure 因為我在做任何的task之前呢 我都會先定義好的模型的架構 那因此我的m呢 可能就包含了 就是我有幾層啊 然後每一層裡面有些neurons啊 在這些 已知的情況下呢 那我的initialized weight 應該要取什麼樣 假設我 initialized weight 我決定好 那它這個機率的te 就在於說 我給定這些情況下 那我這些weight 出現的機率要 是多少 那當然就是 我當我給定這個情況下 然後我選定的weight 出現的機率越大 那代表說這個weight 最適合這樣子的data 的model structure 那根據貝式的定義 所以其實像這種條件機率呢 它就可以猜成所謂的 這個前面那個p of x 然後以d alpha beta m 為前接的情況下 像這種posterior的paralliating 可以用先見機率來表示 然後它就可以表示成 右邊像右邊那種的 條件機率的方式 那再來就是 那前面第一個式子 已經知道之後呢 我們就猜猜看 那它這邊還要多做一個假設 它的假設就是 其實它所有的data 它裡面的 因為你的data裡面 一定都會有noise 那它假設它的noise 都是所謂的 刀圈的distribution 那因此呢 它就可以把 左邊那個 右邊那個式子的 分子的左邊那個turn 就是 以 它那個意思就是 你給定的 x 就是你已經initialize 你的weight 然後你也給定了 beta 跟你的model structure的情況下 那我這個chaining data 出現的機率是多少 那因為我已經假設說 我的noise是 加在我的data上 它的noise是 高線distribution 但是它就可以把 那下面那個函式呢 是用高式函數來吊式 那它就可以表示成 z 然後exponential 是5秒的嗎 不怕 有顏色 蛤 有顏色 可以給我看一下嗎 有沒有出來 那個 好 好 先開喔 這兩個螢幕 再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但是 我現在移入過去 為什麼 那是往左還往右 到底是這樣 我就是 蛤 欸 還是我不要兩個螢幕 我要 我要 要 好 哦 哇 好 有 好 好 嗯 嗯 那我直接 好吧 蛤 人站到前面你吃 呃好 就是 欸 這個1呢 它其實就是這個你的loss的turn 那它其實就是你的l2 loss的turn 那 呃 那這個問題呢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說我們給定的 wait beta已經我的模型之後呢 我希望 因為我的 我就是想要讓這個模型去fit這個beta 然後越圓圓越好 那因此 我想要達到的其實就是 當我這個連一團圓下 讓我這圓圓圓圓下 讓我這圓圓圓圓下出現的機率 假設我要越大 它就越好 所以它其實這個問題在解的秤平就是 讓我的 左邊那個proprietal to density function output的值 越大越好 所以它就要取maximum 那其實 你要取maximum 其實同意就是 你要把你的loss降低 所以其實這兩個是同等 同等的意義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呃 其實它的beta 其實就是 呃 2exiline sigmaexiline 的平方 分之1 那這個 sigmaexiline 它其實就是你的 noise的variance 好 那你的z的beta 其實就是像這邊這個 那其實你就把 呃 這一個term換掉 你可以知道 其實我的z d of beta其實就是 beta分之pi 然後2分之n次方 那這個n其實就是 你的data的dimension 好 那 這是 所以我們現在 呃 分子的左邊那一個term 已經可以表示完了 用高線的distribution 表示完了 那再來就是我們看 呃 右邊的那個term 右邊的那個term 因為 就是你在做beta的定點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有一些 先電假設 所以這個 右邊那個term 它其實就是prior的propriate density 就是它所謂的beta裡面的先電假設 所以 因此我們可以對它做一些 假設 那這邊的假設就是指說 那 假設我就是說 那我這個先電基因的 它其實是一個 0 mean的 高線的distribution 那 意義就在於說 我的weight是很小的 那它其實也是 它的weight的center 其實也是在0附近 所以 它就可以把 那個先電機率 表示成另外一個 导致分布的函數 那 一樣 裡面的alpha呢 其實就是 跟前面的表示是很像 它其實就是 2sigma W的平方 分子1 那這個sigma w其實就是你weight 的values 好 那你的 呃 那個自己的term 其實就可以換成 就是alpha分子pi 的2分子n 那你的n呢 其實就是你的 呃 位置的dimension 好 那 呃 因為其實它最重要 這 這一個 呃 機率還說最重要 在地的其實就是x 所以另外一個分 分母的turn呢 因為它其實不含 x的變數在裡面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 normalizing的turn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把 呃 posterior的propriate density 改寫成 用名這樣 所以你就把分母 當成一個noregulation的感情 它其實就是把錢 幹成是一個常數 那 分子呢 全部就改成 用高4表示 所以你最後面 就可以把那個propriate density 的function呢 改寫成 下面那樣 它其實就是 呃 zf分子1的 那 這個f of x 其實就是前面的這個 呃 你的加勒 regulation turn 的loss 所以這個f of again 就是加regulation turn 的loss 那 所以 解到這裡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把 呃 當我知道我的chaining data alpha 跟 beta 以及我的model striker 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取我的 呃 x 那x就是我的 我的model的weight 要怎麼去做initialize 會讓這樣的機率最高 那但是其實 我們剛剛講過其實 這個問題其實 它主要care的是 我們怎麼取alpha跟beta 所以其實 這樣子的做完之後呢 我們要進到 下一個階段的問題 就是我們其實在意的是 取alpha跟beta 那取alpha跟beta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再寫 另外一種 呃 條件機率的函視 那就是 就是說 我現在chaining data有了 那我的model structure也有了 但是我想要知道說 我的alpha跟beta 應該怎麼取 會讓這個機率數最大 那因此就可以 寫另外一個 的機率函視 叫說 呃 給定d跟m的情況下 我的alpha跟beta 怎麼去 那一樣 用呃 倍式定理 它就可以換成右邊那種 就是 的形式 就變成是posterior variety 以及prior variety 相關 呃 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就是 其實它在左邊的 左上方那個式子 其實就是 我們前面在算的時候的 normalization的turn 所以其實 我們可以把 這個 我們可以把 這個式子 算一下 所以就是 從 呃 原本上面的那個 第一個條件機率的式子 我們可以把這個 乘過來 這個 呃 不對 這個乘過來 這個直下 就會變成左下方的那個式子 那 因為我們的 這個式子前面已經算過 這個式子前面算過 是他 這個式子前面也算過的是他 那 下面這個式子呢 前面也算過的是他 所以就把它全部代掉了 那 代掉之後呢 最後面得到的其實就會是 像 下面的這個turn 就是 你去替換一下 就會得到下面這個turn 那 這個turn呢 我們的zb已經知道了 我們的zw也知道了 那我們唯一不知道的 就是我們 其實最care的 就是我們 alpha和beta怎麼取的 這一個 所以其實他就是要求那個zm的alpha貝卡 好 那 在求這個之後呢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它是跟你的fx有關係 所以 其實 因為這個 因為你在做這樣子的 的問題的時候 你的loss 其實是 一個 假設你是l2的loss 好 它其實是一個forgetting function 它其實是一個二四函四 所以其實我們在用泰勒展才是把它 把它展開 那所以 那個f of x 假設你要 呃 你去取兩個order 你去取second order的tiler展開式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展成 右邊那個前置 那你展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你原本的p of x的 那個條件機率 換成這個 就是你就把裡面的f of x換掉 就是 呃 在 這個 就可以把這個f of x換掉 換成你看的展開式丸的近視值 那 你把它帶進去就會變成是 像 這個形式 那 這個其實 呃 就是這個 這個你就會化解一下 你就把它化解一下 就會變這樣 那 它這個化解其實就是 你就是把exponential 就是相乘其實就相當於相加 所以就把exponential展開了 然後 呃 高斯分布的標準式其實是長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式子 跟它來說其實是等價的 所以其實你就把這個的等化右邊 跟這個等化右邊相等 就是這一坨等於這一坨 相等之後呢 其實你就可以得到 你的zf αβ大概就近視乘 2 就是2拍的這個式子 就是近視乘2拍的這個式子 那再來就是 因為它其實 它在意的是α跟β 那 其實 它要用下面那個函式去解α跟β 那 它的解法其實就是 這個數字有點複雜 它的解法其實是 對 α跟β 針對 那個zf 的函式 先取得 然後再做偏尾分 然後去解α跟β 因為那個有點複雜 就沒有貼上來 那 它解完之後呢 你的α其實就會長成這個形式 β 其實就會長成這個形式 那 裡面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γ值 那這個γ值 那這個γ值是什麼意思 這個γ值呢 它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我這個model 它可能有100個位置 那它到底有多少的位置 是有效的位置 所以那個就是那個γ值的 物理意義 然後那個n 其實沒有講過 它其實就是 實際上你的weight的 呃 膽連學就是你有多少的weight 嗯 好 那所以其實你的α跟β做完了 然後你用 你用間接獲得一個 所謂的γ值 那 所以其實整個 倍式的revaluation 它其實整個 的flow其實就是 你先把你的α跟β去 跟你的weight 先random initialize 那你繼續來組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先算出ed跟ew 那你的γ可以先射成跟 就是射成n 那就是 假設你就是全部的weight都用 那 你就可以去計算你的loss 就是apple matrix 那個loss 那 新的γ算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帶進去 求新的α跟β 那 算完之後呢 你有α跟β 你又可以再回來這裡 求新的loss 然後再算新的γ 然後再算新的α 然後再算新的α跟β 所以你就是 就是重複 1 2 3的循環 然後 直到你的loss 收斂為止 那這個就是 倍式的revaluation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決定 你的α跟β 以及你的γ值 就是實際上 你就可以算出你 間接算出你的γ值 就是你大概知道說 我的model裡面有多少的weight是有效weight 好 那些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 這一章就是那個作者 其實有套用價格的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它 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那它其實是設定說 因為剛剛有講到 它其實是兩層的network 那它的hidden layer 它這邊就是設定說 它是10個neuron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其實 100個iteration之後 它的loss可以變得很低 那其實可以想像 因為它的題目其實很簡單 它就只是兩個input 1到2的regression的問題 那 它這邊有提到說 它算出來的γ值 就是你經過100個iteration之後呢 因為它是 倍式regression算 所以它會有一個γ值 那它的γ值大概是7.4 所以意義上來說 其實它只有 因為它total的weight是41 那41是怎麼來的 它其實就是 因為hidden layer 是10個neuron 它的input是兩回 所以在第一層的時候 就有20個weight 再加上10個bias 所以就是30 然後它的output 只有1回 那 所以從hidden layer到output 你會有10個weight 然後再加上一個bias 所以是11 所以30加11就是41 所以它total的參數是41 那它實際上用的其實只有17.4 就是剛才算的17.4 所以意義上來說 它只有40%的位置 是有效位 所以它這邊其實它有做另外一個實驗 就是它把s 所謂的s就是hidden layer的dimension 就是它原本是設10個neuron 那它可以改成說 那我改成20個 以及改成比較少 8個5個跟3個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 它們其實loss的最後出來的結果 其實不會差太多 所以其實可以知道 其實它取10個 也許它取8個 就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或去5個 就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所以你就可以不需要取這麼多的bias 好 那再來就是 它去做validation 它的data的方式呢 比較特別 那特別方式就是它其實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它畫scatter plot 那它所謂的scatter plot 那它所謂的scatter plot 意思就是 它把target 就是它把它的光束label 放在hexel 那它把model的predition放在y軸 那假設你出來的圖 是接近45度線的話 那代表你的model的predition是很好的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predition其實都是蠻好的 因為其實它的output 其實都滿接近45度線的 那因為它的態勢已經很簡單 所以這個是 是可以理解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另外一個方式 比較 也是滿特別去看出它model的文文是 它畫的是histogram 那這個histogram的畫法就是 它把它的data output先 因為它原本是把它的data 去做normalize 那它normalize除了input以外 它還有normalize它的y 它的hargety 所以當它在算這個histogram前呢 它要先把它rescale回來 所以它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把上面這個式子就導過來 就把這個d加回來 就把這個d加回來 然後把這個d除下來 然後把這個d加回來 然後把這個d加回去 然後把這個d加回去 去把它rescale回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可以去 用這個a呢 然後跟你的long choose的level 去算你的差距 然後去算你的差距 然後可以看出它的histogram顯示 其實它之間的差距其實就是 就是n 它其實是介於 0.2 對不起 2%跟-2%之間而已 所以其實它的 差距其實是蠻小的 好 那 最後一個 其實蠻有趣的部分就是 它的模型在圈寧完之後 因為它只有兩回 所以它可以去把它做視覺化 那它視覺化之後呢 它的模型的response其實長得像下面 左邊那張圖這樣 那上面的藍色的點呢 其實就是實際上它的data的位置 就是等於說 它的chain data在這個response上 其實就只有來自那個區塊而已 那 那它這邊有提出一個蠻有趣的問題 就是因為你在chain network的時候呢 你可能拿著chain data 你可能 假設你的task很簡單 你chain data永遠都只會ditch 就是它永遠都可能都只會 只會用到這一個區塊的space 所以其實其他區塊的space 長什麼樣子 對你的模型是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你的data 永遠不會落在其他的space上 但是這裡有一個前提就是 你收集的data構築代表性 你永遠不會有出現其他例外的data distribution 這樣子我覺得它的論點才成立 因為它的論點是 就是 我就算從chain那個model 藍色的地方還會長一樣 只有白色的地方會可能長不一樣 但是因為它不care 因為你的data永遠不會落在 藍色圈圈以外的地方 但是 這個的前提我覺得應該就是 你的data要夠 就是 要夠diverse 你要涵蓋的幾乎可能 所有出現的distribution的情況 但我覺得這個是比較black的 因為 就是 還是會有很多機率是 你出來的實際上的taste data 其實是落在你認知的distribution以外 對 好 那 這一個就是 這一張 它其實主要講了一些論點 那 不知道 有什麼問題嗎 還是 大家有問題嗎 是 我講得很清楚 然後我講好幾個指數 可以 這樣看起來是違規的 對 那 看起來 這個 蠻不錯 可以找它適合的 神經元素 對 對 然後 你對 然後是 因為 所以 你 對 我們 分 因為 如果你是分類的 рост的話 我覺得我不太確定古文優 但是你可能在解那個 在解ZF的那個韓式會有問題的原因是因為 它這邊的FOS它是用TID展開式進式 那原因就是因為你的LOS本身是一個二字韓式 就是一個多項式它才可以用TID展開式 但是你如果是關於問題 LOS就不會是一個多項式韓式 或是局部我們可能可以公開展開 它整個比較像什麼 Cross and Troll 對啦對啦 因為Troll and Troll也本身就是一個機率的分布的LOS 但是像這個的話因為它是多項式韓式 它可以用開展開式 所以如果用分的問題的話 我不確定它這樣子到F那邊它有什麼後面的東西 因為它這樣子就沒有辦法去進式裡面 就沒有辦法接HMessures 對 而且好像有一個項目 我自己套起來像我們這裡會去算的 Troll and Troll and Trolls 然後它有一個鏡子 剛剛名秀的 它這邊秀的那個算法 有個鏡子那個JJ什麼東西的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那個好像 就是我也沒有辦法說 好像它已經基於你那種 你的形式要是那種二、四式 對對對 那如果說分類的話好像 因為兩個形式 對因為分類的話 它你就是分類它那個台詞面 其實好像沒有辦法按齊 就是你就沒有辦法進視乘 它寫這種JJ J Transports J 然後加上你的那個 就是identity的那個 對 然後我會很好奇就是說 像這個如果用在那裡沒有力的話 就是它看起來是很好的 機構 然後我會想要去 其實是M1 我會想要去試試看 如果我會想到說像我們後來有 不同的組織 它有些機器會蠻結構 然後 乍想之下它的 不同的層 它這裡好像會發 譬如說Alpha跟W的關係 然後畫面都是一樣的 譬如說 就是一個Alpha 然後對大家的兩個都是一樣的Alpha的高速 那你就要去這樣寫 那我們現在常常用一些 就是 有空好久 我記得它這種結尺 沒什麼不太一樣的話 我們這樣放過的效果 那你好像就 蠻好奇 你的意思是 就是像Alpha 需要對不同的層的W 用一個Alpha 可是它的Alpha 是 其實它解的Alpha 是你在做最後Loss的 的Revent 你的意思是 就是後面拆很多項嘛 對對對 像這裡 當然我們 今天只有1子派 它就是1層的1 還是其實還有這邊 最後沒有 最後數數只有一個 數目只有2個 所以只有1層 如果我 如果想想想 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 你就是 就是覺得選的方式 對 那Alpha看起來 X2 YS2 它可能 也可以來自行 這樣 如果我說 今天 1小時 再多一層 一層 這樣這個的話 就有兩個 那Alpha就要兩層 我想一下 然後 就是 就是 因為它可以撒到 那一層 對對對 或是Alpha 到一層 那幾層 如果你的Alpha 可以進去 嗯 嗯 哦 因為它這個只有一層 嗯 嗯 嗯 它這個也是兩層 它這個也是兩層 對 嗯 我想說 如果說很多層的時候 它會用這個去 你感覺到 是你之後的就很難 可是如果是很多層的話 假設你都是 像它這種是Codratic的 Loss房子的話 它這邊推導應該都會成立 應該都還是會成立吧 還是 如果全中 就是後面那一下藍色 對啊對啊就是全中就是後面那一下藍色 因為它這邊推導 跟你的Licus 就是 幾層好像沒有 沒有太大管 因為它這邊改的就是 每層都一樣 嗯 看起來是這樣 因為它的數據是它沒有把它分開 而且它的推導沒有牽扯到說 X是幾層 就是你如果X是很多層的話 這邊推導可以還是成立 那我會需要給每層不同的 卡 你可以把它改成 Nameable 就是一樣是可學習的 所以我會選擇 一般在食物上面 現在可能就 就BetaS21 然後就只調Alpha 對 而且它就是 Alpha跟Beta的比例 所以你把一個固定成1 通常 現在我看到的食物上面 前面的項 都那個Beta 都是 都 Don't care 這就是很唯一 然後去調後面的Alpha 對 你看它還有感動 你看小明顯下面那個 J等B 對不對 對 J 那個J代表 這個嗎 這個 它就是 從 因為你總共有各個位 它就是從1到 就每個位的地方 這樣 對阿那如果說 它剛剛說好幾層 就是它多加一個位 就是K 這個有一個Sigma J到 1到K 就是K層 其實它這樣子 這樣子還是 共用的話 如果說 如果說是公用就要 公用的話 我覺得應該已經可以 因為 它這邊的 就是你公用的話 因為它只是一個 regulation 它是 避免over-fitting 那 當然你也可以說 把它複雜化每一層都一樣 那你這樣子 其實你的concrets 太高了 不見得是一個 很好選 在我理解 它有兩個層次的 第二層次的話 應該 就像我們同那種 regulation 我們自己 像Keras可以全力 你把它 把它簡單拿看 是一個L1 就好 不過它有一個對分點 是它甚至把它 激出來的樣子 就是它 剛才的那種 自己拉到推道 甚至把它 激出來 我的看法 如果你是要 從數學上去探究 說 越 detail的 數學推導 會不會得到 一個更好的機會 那 我覺得它是 doable 可是你從工程上面 我們知道簡化的問題 你不能因為要求一個更高的精確度 然後你的整個數學 計算物雜度是 我們也上升 對 從工程上 實物上 它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 如果剛剛這個問題 alpha是固定成一個 當然如果說 你需要知道說哪一個alpha 最好可以把它墊成一個 iPhone的 來學習 我覺得 在實物上面 就是 你不要去引爆太多 背後的數學計算 好 用實驗的 其實它們去跑 模型來 try出來 這可能是一個 比較取巧的方法 其實我剛剛有講幾句 就是 我覺得 我好險的地方 就是 它好像有一個 第二層次的悲訓 然後它那個 跟我們 普通講的 它會打出那種 自得性 所以 我想說 不同層 都給它綁化 是否那個式子 會改變 還是只是小改變 可以用一樣什麼 原傳綁去做什麼 這下頁的 這下頁的 這之類的 像這裡或下一頁 有一個 就是這個 就是那個 H等於這種 JJ的 它好像是第二層次的那種 或一代式子的那種 又到一些顯 就是 analyptal式子 做 做 它這其實 已經是變成 就像它用太二展開式 它變成二相式 簡化過了 對 它並不是 不是求一個 那個 那個完全景 對 如果 不知道 如果多個alpha的話 它這個展開式 它應該會閃成 後面又再加其他項 就還蠻直接的 是啊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 它這個其實就是做 二階偏分 二階偏分 對 所以 你如果多其他項的話 它應該後面會有 再加上其他項 的程度 你說 像 Jayson說的那個 就是那種概念 就是 甚至於 有的那個 抓到不是都 Random 就把他砍掉 就算了 不管他 或什麼 那你如果說 在這上面去 去追求的話 其實也有一點 別浪費時間 就是說 當天他氣算力 嗯 你在抓爆頭 是在 都隨便丟了 嗯 這個 目的也是為了要看 你能夠 比較小的感覺 比較好 就 就 就 把它簡化成 就是後面是 一個 位置的L2 的一個 來 去 去 他的第一程式 是求一個最佳的 呃 尋重 就是平常我們做 製作學習的時候 去找那一個 學那一個尋重 然後他第二程式 好像是 其實找一個 最有效的 呃 層 等於神經元素 然後那 好像我們用 抓到啊 用那種 比較不會直接拿出來的 這個的 就是說 就今天 這樣的一個簡單的 那個 二項式的回歸問來講 這是一個 很好的方式 來算說 一個網路可以 大概多小 就可以去 配合你的 requirement 我覺得是 他這個方法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精神所在 那你講到的 像Drop Out那樣的技巧 它是 基本上 等於說 是 把一些 隨機的 那個 neuron 丟掉 然後來避免 overfit 它比較是一個 統計隨機的 是把一些 連結把它拿掉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它除了做regulation 之後 它裡面算出來 那個γ 可以讓它去鋪上 網路瓷器上面 最多需要多少 所以 比如說 現在那個 一個 應用 所謂的 邊緣運算 AIoT 那 這種 IoT的 device 它的power 都是 requirement 很restrict 很限制的 所以它模型不能太大 反應要夠快 所以你的模型 基本上 越小越好 所以 如果說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找到一個 你網路的 最大需要的 neuron 數量 那你就可以 當然你還有其他方法 比如說 那個 neuron attention search 現在有其他 各種 不一樣的方法 可以把它 搭配起來 一起用 好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今天謝謝冠宏 講得很詳細 謝謝 謝謝